最近在英国的泰晤士河你会看到一只长21公尺的巨大河马 这是艺术家霍夫曼为了泰晤士艺术节而设计的新作 他说灵感来自他女儿的童书 而且以前泰晤士河也真的曾经有河马居住 霍夫曼擅长创造巨大的作品 而且他会强调作品跟场域的连结 像是黄色小鸭游进了各国港口 白色的兔子躺在地上看月亮 河马在泰晤士河晒太阳 放大了数十倍的动物 展现迥异于日常生活的趣味和温暖 伦敦的泰晤士河上突然多出一只 全身都是用木头打造 长达21公尺的巨大河马 这是荷兰艺术家霍夫曼为了泰晤士艺术节而设计的 我最后的吻吻是我的孩子的书类写 在我女儿的书类的设计 我来到澳大河里 我认识到六米高的路线 所以我需要一个拆移的物件 和我的妻子製作了3D模式 霍夫曼說 泰晤士河畔曾經有河馬在此居住 希望可以結合古今的生態環境 而這隻金黃色巨大的河馬 從設計到製作 共花了三個月才完成 為這條美麗而古老的河流增添療癒氣息 我們花了6星期製作 製作技術 然後隊員花了6星期製作 在倫敦地製作 可愛的小河馬悠悠在倫敦的河畔 霍夫曼說 希望旅客可以跟隨他的作品 放鬆自己的心情